Pliers, what's its meaning? Pliers,它的含义是什么? Pliers,这是一个非常有用的工具,它的意思是钳子 Pliers,拦户钳,夹钳 我想就不用看它的图了 钳子, a metal tool with the handles used for holding things firmly and twisting and cutting wire 它的意思是一种金属工具,有握把,用来抓住很紧的抓住东西 并且扭曲它和切断它,切断线 那么我们的谷歌兄弟会给我们什么样的解释呢? 暂时不要看了,Pliers 如果我们把Pliers写错了,写成Pliers 或者说它其实是P-L-Y的辅述形式,Pliers 那么这时候我们也得到一个单词 我们同样得到一个单词,Ply Ply 是一个单词 它的意思是,它是一个动词 用作to work without diligently and purposely use 就是很平凡的使用 to ply the needle 比如说一个财分用针线 to ply the needle to carry on,practice or pursue,bisly or steadily to ply a trade 平凡的贸易,平凡的进行贸易 那么当它不做动词的时候呢 它还是个动词,它就是个动词 它应该也有名词形式 对,它有名词形式 a thickness or layer 当它做名词的时候,它是一个比较厚的一层 unit of yarn single ply 就是一层的东西 可以是一层的建筑物或者桥梁 你可以看到这个词有点像fly 但是它叫ply 但是钳子 跟它并不是一个单词 缺一个r就是老虎钳 多一个r就是老虎钳 缺一个r就是一个比较少用的词 ply 而老虎钳的这个单词里面只多了一个r 那么我们现在要看一下urban dictionary 里面怎样解释 plyers 我们相信urban dictionary会给我们很多奇怪的解释 Rusty metal instrument 一个生锈的金属工具 made with the two prongs used regularly for 有两个分支夹手 removing ticks 就是那些钉子啊小东西啊 mold from toes 就是弄那种钉头之类的东西 your father knows hairs 你爸的鼻毛 钳子可以用来夹掉老爸的鼻毛 这是一个非常好玩的 然后我们就不用看了 OK 这是单词players 老虎钳 一种非常有用的工具 players 这个就是 这个就是 我 会有什么